好,大家好 那我们昨天讲了我们这个系统基本参数 那这一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一个网站栏目的一个管理 那说实话,我们这个网站栏目管理呢 也不是非常麻烦 但是如果讲多了的话,反而会误导大家 所以说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栏目管理的一些概念 那么在我们核心常用操作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栏目管理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会有几个菜单 我们点击新增一个顶级菜单 这样子吧,我挑一个 比如说挑一个分类信息 或者是挑一个网页基础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网页基础的话会有一个频道页 会有下面有几个这一个二级分类页 那么我就用这种编辑的方式给大家讲一下 是否支持投稿的话就是在我们前台页面会员 会员里面的话会有一些投稿的功能 如果说你选择支持投稿的话 我们这一个栏目的话是下面可以发文章之类的 当然如果说你是频道页的话 它下面的这一个分类是可以发文章的 好,那么来看是否隐藏栏目 好,隐藏栏目的话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类似是否显示的这种感觉 如果你隐藏了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网页技术点击一下 然后下面会有四个分类对吧 如果说我们把其中一个点击 我们把html的话让它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之后我们再生成一下这一个栏目 好,因为我们得的CMS的话都是用这一种形式来做的 所以说都是必须更新我们的这个栏目缓存 html的一个静态文件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这时要看到我们这个html就不见了 这个就是一个隐藏的概念 隐藏的概念 那我把它给 好,就这样子吧 然后再来接着看 接着看 然后现在这一个地方要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栏目属性 一个是最终类表页 一个是频道页 一个是外部链接 其实很好理解 对不对 最终类表页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一个文章的类表 就叫做最终类表页 如果说是频道封面 像我们这个网页基础就是一个频道 所以它就会有这些有头条 有一些推荐内容之类的 这样子的东西出现 然后外部链接的话 就是一些比如说你选择外部链接 然后把这一个文件的保存 目录改成http 好,改成百度点看 然后我们再点击生成栏目 也再更新一下 好,那更新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刷新 那这边的话就没有 好,没有另外一个外部链接的 那一个东西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那个东西 点击这边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假设说我们点击这一个呢 好,点击这一个的话 后面有一个栏目 对不对 我们刚才把div加css改成百度的 那我们点击一下 那它就链接到外部链接的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外部链接的一个作用 外部链接的一个作用 好,那我把它给改回去 然后是最终的一个类表页 好,然后再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栏目的交叉 栏目的交叉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解释 交叉的一个栏目 自己去理解一下 就是类似 类似副栏目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网站上有大栏目 智能手机,音乐手机 然后又有栏目诺基亚智能手机 诺基亚营业手机 这样顶级大栏目 就和另外一个大栏目 紫栏目形成了一个交叉 这样的话 大栏目中指定交叉栏目即可 好,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就看自己规划了 看自己规划 相当一个副栏目的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 相当一个副栏目的东西 那怎么说呢 我就不多讲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选择不交叉就可以了 像这种什么自动获取 然后手工指定交叉的ID 这个自己去有需要的话 用一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选择不交叉 因为这一个的话 在得的CMS才有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比较不常用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话 就会有一个浏览权限 大家要注意 如果是开放浏览的情况下 是可以生成HTML文件的 如果说你选择的是注册会员 或者是其他会员才能看的话 它下面的文章是不能生成HTML文件的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也会有个高举选项 高举选项 这边会有多站点支持 跟板定域名 多站点支持跟板定域名的话 看自己有没有需要 板定域名的话 就比如说 我们来做一个板定域名的一个操作吧 这样子吧 我先把我们的书记库备份一份 然后再来改这些东西 就不怕改的乱七八糟的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给备份一下 备份到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对吧 叫做得得CMS五七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备份完成之后 我们就不用怕改乱了 然后刚才这一个的话 是外列百度 我们就这样子 然后这边呢 改成http百度 好 这个叫做外部链接 这是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呢 改成一个高级选项 域名绑定 那域名绑定的话 我让它绑定什么呢 比如说绑定 这个是一个JavaScript JS 那我就用一个JS.EGS 这个不知道写错没有 我们就绑定这样子的一个域名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成功更新的分类 然后我们点击生成更新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 生成之后的一个效果 生成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网页基础 然后我们这一个JS 我们在点击JS的时候 它怎么没有跳转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绑定域名这个东西概念 更改 域名绑定 居然没有成功 好 我们这样子点击启用 可能要点击启用 我们再来看一下 改成功没有 域名绑定 仅需在顶级 子级 栏目更改 无效 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在 哪里呢 我们把帐长图级这个地方 帐长图级这个地方 变成我们的这一个二级 图级 好 我们就叫图级一张吧 然后再更新一下栏目 好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再看一下图级 这一个东西绑定成功 没有 已经绑定成功了 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做一个host操作 OK host的做好之后呢 我们到前台来看一下 帐长图级 好 现在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点击一下 还是这个样子 是吧 好 那我们生成一下首页吧 生成静态页 我们更新一下主页 然后点击一个浏览 然后鼠标再移到帐长图级这边去 诶 还是一个效果 那我们这个绑定域名 要怎么来操作呢 应该没错才对 开放浏览文件的一个保存目录 这个本来是生成之后 它会加上这个前缀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帐长图级 如果说都没有的话 看一下 是不是需要开启啊 我如果说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不用开启的啊 核心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吧 我们先这个先放到后面 如果说有看到再看 好 本来是如果说你这边已经点击 绑定域名之后 如果说点击绑定域名之后 你生成的东西的话是会绑定域名的哈 好 假设说现在我用www wex这样子来做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一个是做了一个解析操作 那是我本地配置的一个问题啊 导致我们这个图级可能是不能用啊 ok好 那没关系 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绑定域名之后就会点击 比如说点击那个链接 它就会跳转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绑定域名那边去啊 那这是一个 好 我们现在绑定域名之后 然后再把图级的一个文档给生成一下啊 栏档图级 我们来重新生成一下 好 完成之后 我们浏览一下 然后再点击这一个地方 好 没有更新过来啊 没有更新过来 那就没关系吧 我们 这个先跳过哈 好 再来看一下 再更改一下 高级显像刚才已经试过了哈 试过了没用 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有遇到 我们再来看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栏目内容 对不对 栏目内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我们复制 这些 复制这些信息进来哈 然后点击确定 好 刚才我们更改的是我们军威尾这一个栏目内容 对不对 然后我们重新生成一下栏目 那我们得到CMS做演示的话 可能会稍微比较麻烦 因为每一次都必须重新生成哈 不过没关系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得到CMS的一个工作方式 好 刚才我们讲到网页基础的金威尾这边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讲到哪了 模板管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一个文章类表页 我们就找到这一个 list开头的 list开头的就是这样的默认文章类表页的模板 我们点击修改 点击修改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在当前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当前位置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 我们在当前位置下面这样子调用一个content 成功修改文件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点击刷新 刷新不行的话 我们可能还重新的生成一下我们这个栏目啊 OK刷新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栏目的内容给调用出来啊 然后这边也有提示 他这个也有提示 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在我们这个企业警戒之类的一些用途啊 比如说你这些栏目 建好之后 他就是一个企业警戒啊 像帮助文档里面 我们比如说在下面 这个没有子分类的话就没关系 假设我们建立了一个跟公司相关的一些信息 然后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 用我们这种方式来填写公司简介或者是关于我们的一些信息啊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栏目管理啊 一个栏目管理 那刚才的话 遗留了一个绑定一名的这个问题啊 然后这个后面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涉及到 不会涉及到的话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去使用这个东西啊 会涉及到 我在跟大家说 正常情况下 你这边填写之后 生成文件之后都会 怎么说呢 都会加上这个链接 然后你点击就是那个链接的效果啊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边 下节课来讲一下我们一个内容模型啊 这边遗留了一个问题 叫做绑定运名不生效 好 这个我们后面有遇到这个问题 我回过头来再给大家讲一下 好 那么感谢大家的听讲 感谢大家的听讲